Hello,大家好,我是卡车旅哥 今天是4月23号 早上8点40 我们已经到达丽江 也就是卸货地点 我们就在这里面卸的 刚才去看了一下路行 还好近 我发现一样东西 看着啥 漂亮吧,樱桃 全是的 这两个尝尝 偷圆头 最厉害的凌势 手里的漫画 心里的熟练的童年 锅 一尝最长 最短今天 才知道工科制作了一点点 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 才知道该年的书都没有黏 一尊光阴一尊尊 老师说过曾经能埋存光业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秘密不顾的童年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彩阳总下到山顶那一边 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他们说 他们说这个天 我来尝尝这个甜不甜 这只比较个甜 等一下再吃 去卸货 好了 我们卸货了 挺好吃的 吃的薄我的 吃了好多 我们家好像卖25万钱一斤 不错 这送货还免费吃樱桃 吃了好多 挺好吃的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如果喜欢吕哥 请帮吕哥转发评论 加关注 谢谢 我要卸货了 看师傅已经上来了 一年又一年 拜拜